那现在的战场环境新在哪?它应该是什么样的一个环境呢? 我觉得我们可以用几个词去描述它 一个是信息化的、分布式的、隐身化的、智能化的 我们还可以说是体系化的、网络化的等等 就是现在的这个战场环境的可能已经和过去有很大的变化 它首先要适应新的战场环境 第二就是要适应这样的战场环境 它必须要有新的作战能力 要实现这样新的作战能力 实际上靠什么呢? 靠我们的计算机技术、网络技术、传感器技术、人工智能技术等等 很多这些领域里面的各级进步的新的成果 那这些东西都会使得我们的这个飞机 还有一个全新的能力去描述现在这个战场的需求 感谢观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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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感谢观看